我听过有个传道人讲的信息标题是 假如我是上帝 这确实是个很奇怪的标题 不过他在这篇信息中 做了一些很有创意的想象 他说假如他是上帝 在决定让自己的儿子降生 到世上来的时候 他不会让他儿子生在耶路撒冷外的一个农村里 而是会让他穿上灿烂夺目贵气逼人 又威风凛凛的服装 并让他从天而降 直接降到十字架上 完成救赎的工作 然后立刻回到天上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会让我的儿子穿着黄袍 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 然后一走了之 但上帝并不是那么做的 上帝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有原因的 我们在讨论施洗约翰的时候 也提过这一点 耶稣受了洗 耶稣不只是来受死的 也是来活的 他来做幕后的亚当 做新的亚当 来为我们达成亚当起初 所没能做到的事 所以说呢 他的任务就是要顺服上帝一切的要求 身为永恒之道 圣三一中第二位格的他 必须披戴人类的本性 并由一位妇女所生 而且以大卫后裔的身份出生 所以对新约圣经而言 耶稣的降生 具有深远且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是以马内利的降临 就是来做我们中宝的那一位 他呀 在主的养育中成长 他必须学习顺服 并不是因为他本来不顺服 他这样做 是为了扩展他对他使命当中 一切含义的理解与认知 耶稣的降生 是基督受辱的开始 这表示说 在永恒中与上帝同等 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 为强夺的那一位 是甘愿顺服的 他愿意倒空 自己的荣耀 并且换上奴仆的姿态 阶级和身份 所以我们在探讨 耶稣的降生时 千万别低估他这个降下的重要意义 是第三神 不是D-I-S-S-E-N 而是D-E-S-C-E-N-S-I-O-N 因为耶稣生平中的 巅峰时刻之一 就是他的升天 但是在他升天之前 他常常说 除了首先从天降下的那一位之外 没有人升过天 所以当仁子来到 我们当中的时候 他是从荣耀来到羞辱 从天堂来到世上 他首先从天降下 来到这个世上 降生在一位农村女孩的子宫之中 路加让我们看到了 耶稣降生的记载 我们在路加福音 第一章二十六节 读到这段的内容 在天使加百列 向施洗约翰的父亲 撒加利亚宣告了 相关的消息之后 第一章二十六节 马上就接着写到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 奉上帝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 是什么意思 请想想看当时的情景 这位青少女 过着单纯且贫穷的生活 但就在她过着 平凡的生活时 突然之间 一位天使向她显现了 而且这位天使 一显现就命令她要欢喜 而天使要她欢喜的原因 就是她蒙了上帝赐予大恩 上帝拣选了她 要赐给她一个意义深远 且十分特殊的福分 当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经文告诉我们说 她第一个反应 是感到惊慌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 我不太连贯 如果上帝的天使 叫你欢喜快乐 说你即将领受 一个美好的福分 那么照理说 这个人肯定会因着 这样的经历而欣喜若狂 对吧 但如果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上帝的天使 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告诉你说 你即将参与在一个 特殊任务之中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我想你也会感到惊慌 而且呢 你甚至可能无法确定 自己眼前的情景 究竟是真是假 天使也发现了 天使也发现了她的不安 就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 生子 要给她起名叫 耶稣 她要伟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上帝要把她 祖大位的位给她 她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她的国 也没有穷尽 我们不太确定 玛利亚对这个宣告 有多少程度的了解 如果我们翻到后面的内容 看她在圣灵的末世下 所唱的诵歌 也就是 尊主诵 我心尊主为大 并看看里面的歌词 会发现歌词显示出 她对旧约圣经和预言 有着深刻的了解 如果我们假定 这些歌词并不是上帝 突然之间通过末世 让她知道的 而是上帝 使她在圣灵的末世下 唱出她早已有所了解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必须认定 这个宣告对玛利亚而言 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请听看这个宣告的内容 你要怀孕生子 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她要为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上帝要把她祖大位的位给她 她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她的国也没有穷尽 至少我们可以说 玛利亚了解 天使正在向她宣告说 她将会是一位君王的母亲 这部分是清楚的 如果她对旧约的弥赛亚预言 有着最基本的了解 她一定会意识到 她将不会是随便一位君王的母亲 而是那位君王的母亲 因为这个信息清楚地提到说 清楚地提到说 她将生出 以色列素来所盼望的那位 那位弥赛亚 那位弥赛亚将会恢复大卫的宝座 重建大卫到她的账目 玛利亚显然陷入了更深的惊恶之中 她对天使说 我不认识男人 怎么有这事呢 她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不曾认识任何男人 她说的 我不认识男人 是希伯来人的惯用说法 意思是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男人 有过性关系 玛利亚说 生物学的基本常识 我是有的 我知道如果没有先经过 一般的性行为 人是不可能怀孕的 所以我不可能怀孕啊 因为我是个童女 加巴列先生 看来你应该是搞错地址了 我们在马太福音里 也注意到了一个类似的宣告 马太在他福音书的第一章 提到的这个主题说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 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 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 想要暗暗地把她羞了 约瑟 同样也必须对这个宣告 作出回应 玛利亚怀孕后 必须跟她的未婚夫说 我有孩子了 照常理来看 这对约瑟而言 会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她的未婚妻 对她不忠 我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 我认为玛利亚肯定有试着向约瑟解释这个情况 但是要约瑟相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对她而言 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她很有同情心 她为玛利亚设想 她想要终止这桩婚事 但在此同时 她又不想要公开羞辱玛利亚 于是她打算暗暗地把玛利亚修了 但是后来 事情有了转折 正思念着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 大魏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 玛利亚来 因她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接着马太里克把这件事 跟以赛亚的预言连结在一起 那个预言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 以玛内里 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这两处 在马太的记载和路加的记载中 这个惊人的宣告就这样呈现在教会面前 指出耶稣的降生是一件非凡 且神奇的事情 因为耶稣是由一位童女所生的 出于某些原因 这件事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里 引发了许多有点不太寻常的争论 而认识很多对此提出异议的人 他们说 我相信基督的复活 但我不相信童女生子 他们这样讲 仿佛是说上帝是她儿子 在一个童女的子宫中成胎 比上帝让她儿子从死里复活 还更加困难 我们必须了解圣经对耶稣的描写 新约圣经所呈现出来的这位耶稣 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神迹奇事 他人生的开始是一个神迹 而他人生的结束 或者说另一个开始 也是一个神迹 而在这期间当中 永生上帝的大能不断地在他里面 并通过他展现出来 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 用尽其高等学术批判的力量 试图除掉新约圣经的超自然色彩 向我们呈现一位不同的耶稣 一位被自然化的耶稣 一位不能行神迹的耶稣 不然那写过一本书 叫Dasmittler 翻译过来就是中宝 他在该书中 用了一个单词 来总结十九世纪的基督论思想 而他使用的那个单词就是 不信unbelief 但是就历史历代的基督教信仰而言 新约圣经的记载是很清楚的 耶稣是由一名童女生下来的 我们回来看看路加的记载吧 第一个对童女怀孕的可能性 表现出某种怀疑态度 并提出质疑的人 就是那个童女自己 至少她问了这个问题 我不认识男人 怎能有这事呢 换句话说 玛利亚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觉得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 于是天使这样回答她的问题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阴蔽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速来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上帝的话 没有一句不代能力的 天使试着回答玛利亚 在惊吓之中所问的这个问题 并试着让她有些许的把握 天使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怎能有这事呢 天使加巴列说 让我来告诉你 所要生的这个孩子 何以是圣灵以大能感应的吧 圣灵将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阴蔽你 这里所使用的用词 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令人想起 这圣经的第一章 也使用了同样的用词 起初创世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回想一下那段描述 天地起初是毫无秩序的 地势空虚混沌 深渊上一片黑暗 而当时运行在水面上的 正是上帝的灵 那段描述当中的用词 所呈现出来的异象 令人联想到鸟儿 在水面上盘旋 它的影子就照射在水面上 而路加福音此处 也使用了同样的概念 当时圣灵运行在原始的渊面上 在起初的创世工作中 带来了生命 如今上帝施展同样的大能 同一位圣灵 如今也将运行在这位童女身上 并且因毙她 好让一个婴孩 在她腹中感应 然后这位天使说 玛利亚 如果你对此感到疑惑的话 就去看看你的亲戚 伊丽莎白吧 伊丽莎白曾经是不孕的 如今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这个确凿的证据 可以让你仔细解释 好让你明白这个原则 上帝的话 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 圣经很少如此 直接了当地提到 哪些事是有可能的 哪些事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圣经记载耶稣生平的 另一个时间 记载耶稣的复活时 同样也像我们提到了 这种关于可能性的说明 说死亡不可能 拘禁得了他 现在的人一看到 耶稣复活的记载 就说不可能 没这种事 但新约却呈现了 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新约圣经的观点 是真正不可能发生的 无从想象的事情 其实是一个无罪的人 被死亡拘禁 死亡怎么可能有能力 永远拘禁上帝之子 的生命呢 那是不可能的 死亡不可能 把它拘禁在坟墓里 这一切都取决于 你是否明白 创世纪第一章一节 起初 上帝创造天地 若不相信这一点 那再怎么讨论 可能性的问题 也没有意义了 但如果你认定 这个宇宙的创造者 护理者 管理者 和统治者 就是那位 自由拥有的造物主 那么 在他儿子的降生 和复活当中 你就不难看出 他大能的彰显 在天使向玛利亚 说明完毕之后 同样是在路加福音 第一章38节写到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这句话 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里 被称为 玛利亚的命令 Fiat 新教在传统上 将这种说法 视为用词不当 这句话 被称为命令 是因为命令 Fiat这个单词 反映出这句话 在拉丁文里的 命令句句形 在拉丁文圣经里 玛利亚说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的时候 使用的是 命令形态的动词 所以天主教认为 这是一个命令 或预令 但玛利亚 其实并不是说 天使啊 我命令你 成就这件事 要说玛利亚 是在发命令 那也是在 向他自己发命令 正如圣阿奎纳本人 针对这件事 所做的评论 玛利亚 这是在降服 并承认上帝的权柄 他并不是 在发出命令 而是臣服于上帝 通过传令天使 向他宣告的事情 玛利亚说 上帝啊 愿你照你的意思 使用我 你要我怀上这个孩子吗 做一位君王的母亲 真是件可怕的事 我也不太敢告诉 我的未婚夫说 我在成婚之前 就怀孕了 但如果这是你的意思 那我愿意照做 不久之后呢 经文告诉我们说 凯撒奥普斯都颁布了一道命令 叫天下人民 都来登记户籍 接下来的故事 各位都知道了 因为我们每年庆祝圣诞节的时候 都会听一遍 在那个时候 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 颁布了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对住在巴勒斯坦那些 贫困地区的人来说 沉重难当 但是在凯撒奥古斯 这道命令之上 是全能上帝的命令 他决定 让他的儿子降生在伯利恒 正如他在好几个世纪之前 通过先知弥迦所说的预言